翻译&字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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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话题想谈论一些城市 我是一个广州的独立建筑师 我来自南方 这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城市的那个天气线 以前的老的城市都是一个水平蔓延的 没有像这一样的高层 这种自发建造起来的这种天线 收看的那个时候就是香港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的一些影像 通过这些影像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 像香港或者像欧美很多大城市的中心区 那种高层建筑的景象 实际上给我们接下来这三十年的城市化 或者说我们梦想中的城市 就是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动力 两百年前 习上我们的广州城是这么一个状态 城市是基本上隐匿在这个山水的一个格局里面 云山珠水 南面是珠江 北面是白云山 这是现在的广州的CBD城市天河区的中心 那这个城市已经基本上跟山跟水没什么关系 后面的就是这种高楼大厦 这种不断地彰显资本也好 或者这种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好 这种显性或者是要看得见的城市 今天我们已经在各种的讨论 各种的平台都说我们的城市不断地发展 产生巨大的文化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交通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有办法能够跳出这种无止境的发展 那首先我想花一点点时间在这里 就是这个看得见的城市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这是贝玉敏设计的卢浮宫的一个扩建 老的卢浮宫是一个新古典的房子 新的卢浮宫是一个现代主义的玻璃体的这样的金字塔 当然这个金字塔的原形实际上是去到五千年前 古埃及人给他们的法老建造的灵物 那个时候的建筑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内部空间 它仅仅作为一个在沙漠里面彰显 就是法老王国的权力彰显他们的威延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物 仍然在古典时代雅典 魏城的这些神庙 实际上它基本上也不是为了里面的参观或者游历而建造的 它更多的原因是为了让希腊人所崇尚的这种理性或者这种比例 把它通过一个外在的形象把它彰显出来 而且把它建在最高的一个山上 这张图可以看到更大范围的古雅典的城市 在这里我们大部分的雅典城市 实际上是一个低矮的 水平的 或者说世俗 世物的一个城市 这块的一个城市可能我们也可以叫做是 看不太看得见的隐性的城市 那么在山上这一块 就让远在可能十几公里以外的人 或者说其他的城市都能看见的一个标志物 这个是古罗马城 当然古罗马城是那个时代 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巨大的城市 人口最多的时候生活超过一百万 那这么巨大的城市实际上 它更加是一个世俗跟公共性混杂在一起的 而且非常有城市的生活交往味道的这样一个城市 那在中世纪的时候 多神的信仰被单一的一个宗教或者单一的信仰所取代 所以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必然就出现了 以这种单一信仰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物 这中世纪的城市中心里面都会有这么一栋 用石头或者用厚重的物料给弃柱起来的一个教堂 那有时候这个教堂会高达一百多米 但那个时候因为技术的限制 我们只能够通过石头 砖头 其他的物料 很缓慢地把它建造堆积起来 所以这个教堂的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 所有的表述都是为了彰显这种我们唯一的一个信仰 然后人进到这个空间里面都会被这种巨大的为神 为神圣而存在的这个空间所跪倒 时间到了大概19世纪的中晚期 那左边我们看到的这位是现代主义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师 叫勒克布希耶 他通过他的那个天才的一些设计或者研究 他提出了叫多米诺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当然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普通的一个系统 在那个年代习上他完全就是抛弃了古典那种形式 就是古典的时候我们都会 这个建筑的立面什么 但现代主义里面他就不需要再讲述这个立面 因为立面是自由的 唯一就是这个建筑所剩下的就是柱子跟楼板 这两个基本的元素 实际上它这个体系就会诞生了我们所现在 或者在很长时间内流行的 所谓现代主义的一个建筑美学 那这栋房子是很有名的 巴黎郊区的萨佛伊别墅 可能学设计或者建筑的人都会去参观 那这栋房子在建筑学上就会被认为 是有了现代主义 那首先它是底层架空 然后自由平面 所有的外墙 外窗都是可以自由地组合 自由地开启 这个是这个房子二层的室内空间 看到的户外的花园 在古典的年代 你不太能想象一个房间里面 可以跟外面如此地连通 当然这种技术最后会推向一个极致 就像这栋很有名的在美国的 菲律普约翰逊的一个房子 叫玻璃房子 整个建筑的外全完全是通透的玻璃 没有任何的结构 没有任何的外墙 当然这栋房子在建筑上非常有名 但实际上已经开始造成了人的一些困扰 比如说这个房子最终它的使用者跟建筑师之间 还有法律上的纠纷 因为使用者实际上是个女医生 他觉得在这个房子里面完全没有自己的适应 但建筑师觉得这样 这种才是真正跟自然 跟环境的一个完全的融合 那这里面习上就隐隐出现了 隐隐出现了某些现代性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刚才的案例是这种个体的小房子 那如果说到集体的居住 那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们又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 他认为以前的水平城市把建筑建得很密 然后水平地分布在一个区域内 这是不科学的 不健康的 不卫生的 那确实那个年代的中世纪的城市 非常地肮脏 非常地不卫生 下水 各种的条件都没有 那么很合理地通过现在的科学技术 我们应该可以建造就是把人的居住往上叠加 而且这样子造成的好处就是把广大的地方 流出来给绿化 给公园 给交通 就给我们的城市 给我们未来的建筑非常美好的一个蓝图 但这个蓝图在欧洲 比如说在巴黎 实际上这个是科布西耶 就刚才那位建筑师给巴黎中心区 巴黎很多人都去过 这个中心区所在的外围就是那个西地岛 西地岛就是巴黎圣母院所在的那个岛的北面 那整个老城区的规划 他提出的提案是把十几栋超级大的摩天大楼 把整个老城区给拆除 然后建造新的摩天大楼 居住 办公 来实现一个现代化的现代城市 可信的是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但实际上今天在中国 实际上我们的城市里面天天都在建造这样的城市 或者建造这样的社区 实际上到了六十到七十年代 就是由现代主义所提出的这一套表面上非常合理 非常科学 非常有效地解决 就是人口增加 还有战后这个住房短缺的这一系列的方式 逐渐被人质疑 以至于在美国七二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很著名的事件 左边这个社区是大概建于1950年代的 一个圣路易斯 就密西西比州圣路易斯的一个很著名的社区 当年动用了联邦政府的资助 这个城市建造了一个就是希望 把黑人 白人 有钱人 穷人都聚居在一起 而且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教育 公共配套 市场 所有这些配套的一个集体的社区 但很不幸的是 在往后的十几二十年里面 各种各样的安全的问题 种族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以至于大部分的人逐渐搬离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最终没有能够运作下去 在1972年就是当地政府决定 用爆破的方式 把这个很著名的现代化社区给拆除 那这个事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有些建筑史家称为 就代表着或者象征着 现代主义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但与此同时 在另外一边 在这个是纽约曼哈顿的城市 同样是用了之前这个现代主义 或者说现代的建造技术所建造出来 但是把没有按现代主义者建筑师们建议的 留出一大片空地 或者大片的公园的 纯粹由这个资本或者说市场经济 自由市经济所运作起来的一个城市 反而发展得非常地良好 而且这个城市街区里面非常有活力 在这么一百多年来发展 如果去过纽约 曼哈顿的人都会发现 那这样的场景也为我们国家的城市 画或者城市建设 给出了一个所谓的蓝本 所以我们各个大的城市 无论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都会参照这个蓝本 会建造我们的CPT 在表面上看来 都是一个是非常看得见的城市 高层 大尺度 但实际上真正的具体的街区里面的生活 或者它的有利性 或者说可达性是相当地不一样的 同时在CPT之外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各个城市都会有看到的 一个无名的城市 无名的街区 这种不断地复制式的 行列式的 所以我们就隐隐感觉 在西方 整个西方 都已经宣布完全失效的 这样的一些现代化的 或可复制的这种街区 被不断地或者说大量地建造在我们的城市里面 那是否可以说这种模式可以在中国实现呢 但这个是有疑问的 因为这些房子里面大部分可能是空的 是没有人住的 它仅仅作为一个资本或者金融的某种工具来存在 那快速成长的城市必然会制造快速出现的 所谓的丢空的地方 遗址性的地方 甚至很多房子里面都是没有功能 没有实用的 与此同时西方的 刚才说的脏乱差的这个中世纪的城市 老的城市中心 实际上已经完完全全地恢复了活力 人口已经从40年前 就是从中心搬到郊区已经反过来了 人口重新从那种很无趣的郊区环境 回归到这个城市中心本身 那这里面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那说明了到了一定的时候 人们对这种文化或者对历史 或者对自己的城市 甚至是文化的这种身份的这种认同 当然我补充一句 就是在中国很可能在20年后 我们都没有机会再回到以前的老的中心了 那是提坏话 那接下来当然这个大的趋势 就像看不见的城市里面描述的 它不可逆转地会慢慢走向消亡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会有一些方式 比如说接下来我就通过我们参与过的几个 不大的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 来讲述这种我们如何通过建筑师 还有不同的投资方还有运营方所参与的 更新的几个案例 那第一个我想介绍的就是我们在深圳 深圳当然是一个超级快速 超级现代化的城市的 它的东面的自然保护区里面 有这么一个被遗弃的一个应染工厂 整个环境非常好 大概有八万平方米的厂房在里头 这是其中一个工厂的一个饭堂 大概空置了十几年 窗框啊什么都被拿掉了 剩下的就是纯粹的 就是这种建造物跟自然之间的这种很美丽的关系 这是我们在最高的那一树寺的楼顶 拍到整个厂区而且远处 就让我们会看到这个海边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环境 在这里面游逛的话 我们会引发了一种很浓的这种古典遗址的那种情怀 虽然这个只有十几年的时间 因为海边的这个沿度或者说南方这个植物能够快速生长 这个可能增加了它这个历史的场景感 那我们非常希望在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建造季介入里面 可以把场地的里面这些历史的故事痕迹给完全保留下来 同时能够建立一个新的这个文化的社区 那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长条形的厂房里面 建造一个的艺术画廊 因为周期非常短 我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来引入这一个咖啡跟画廊的空间 我们的策略就是用一个新的这样钢结构的盒子 直接地放置在这个遗址 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工业遗址里面 然后很快就有第一批艺术家 到了这个场地里面 开始他们的一些讨论跟工作 那两个月后 第一批艺术家的一些驻地的一些工作展览 就展现在这个工业的遗址里面 非常有趣的一个场景 第二个是我们要打算建造一个更大的艺术中心 在一个最大的整庄 就是说包装车间里面 我们希望把正式的展览空间放置在悬挂在二楼 这是建造好之后的那个样子 走成是一个完全开放 整个老房子我们完全没有触碰 包括老的窗框 老的那个痕迹 然后新的材料也非常简单 清水的混凝土 黑色的钢板 我们希望把这种新旧之间的那个故事 把它都能够一一带出来 这是二层一个完整的一个展览空间 老的那个柱子你可以看到在我们中间 这个图就可以很好的解释 就是首层它是一个活跃的 可以举办各种非正式的酒会展览的一个场所 那二层就是一个可以举办正式的艺术展览的一个空间 这是这个整庄间间外面有一个过滤 就是原来生产的过滤水池 我们把它用一个清水混凝土的一个入口的构建物 把它连接做成一个景观水池 然后自然的这个植物继续在旁边生长 然后从那个水池到底下的公路 大概有一个几米的高差 我们做了一个连续的线性的这样的一个广场 可以说新的东西进去了 但实际上我们用的材料跟介入的方式 可以很好的跟原来这个生态跟这个植被所相连 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新的 又有旧又有新又有文化又有历史 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而且很轻松的一个体验 第三栋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废弃的工人宿舍 改造成一个小的清廉旅舍 这是改造前那个里面破败的样子 改造后这个也是时间很短 很低的成本的投入 但实际上我们做的动作不大 我们只在原来的那个破坏的窗洞里面 安放一个就是飘窗台 加上分体空调的一个钢盒子的装置 所成的钢盒子会适度地放大 变成一些类似小房子 就是树林里面的小房子这样的中间 所有的这种改造旧的 新的所有的痕迹都完完整整地保留在这个外墙上 这个项目当年是得了 德国的Iconic的一个新旧建筑的奖 非常简单非常轻松的一个介入 这是房间 这是二层的六人间 整个门窗我们还是沿用回原来的模式 只是更换了彩色的玻璃 这是三四楼的家庭间 就两个原来的宿舍打通之后 制作成的非常低成本的一个投入 这是整栋宿舍变成一个清廉旅舍之后的一个情景 这三栋建筑实际上可以看到它的位置 一个是咖啡跟艺术空间 还有艺术中心 还有清廉旅馆 就构筑了这个社区的一个基础 这个社区慢慢地有新的居民 新的商业 新的艺术进来 这个是咖啡厅的 我们亲切地叫它V姐的咖啡店的老板娘 还有两位来自北方的一对夫妇 他们建造了自己的便利店 设计跟建造了自己的便利店 还有一个室内种植蔬菜的一个研究所 还有就是深圳很难得的 这么快速的城市里面 还有这个做古的艺人 还有一个砖雕的一个现代的艺术家 还有深圳的当代舞团 当然还有每天在这里不断出现的这种 拍时尚衣服照片的模特 刚刚这个项目在这个月就 被全世界最专业的这个建筑媒体 英国的建筑评论 评了一个就是新与旧的一个 当然不是第一名 我们是前三 在全世界两千多份参选的作品里面 他也印证了他不需要投入很多的钱 建筑师是有办法可以让一个死亡的一个社区 重新复活起来 在前年我们有一个机会 就是有一个教育基金会 看中了这个场地里面剩下的一些房子 让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新的私立的国际学校 原来的房子都是零散地分布在这个山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 有森林连廊 有广场 有户外剧场 空中连廊 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线性的系统 把所有的房子连通起来 让它又是现代的建筑 又是古典 就是这种没有时间跨度很大的一种情景之内 诞生一个新的学校 这是原来刚才看到的那个拱门的那个饭堂 现在变成他们的一个学生中心 这是饭堂外面的那个破败的院子 现在变成一个学生在这里可以休息讨论的一个 我们叫新园的这样的一个院子 而所有的建筑的外面的痕迹还是保留它依然那种工业的斑驳的味道 这是另外一栋工人宿舍改造成新的学生宿舍 老的痕迹没有被改变 我们植入了一系列新的这种空间跟体验 还有前面这是一个我们叫家园的一个学生生活区的一个广场 那学生每天会通过这条森林廊道 从生活区到教学区去上学 这是连接两个区域之间的一个坡道式的一个花园 这是一个很标志性的 或者说很中心在图书馆外面的一个我们叫希腊剧场 就是希望有这种跟古典的文明文化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所 这是我们给校园做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空间跟标识设计 这是最大的那一栋仓库被改造成三层的教学楼 因为晋升很大我们在中间做了一条内街道 就是这条街道是学生跟老师们交流展览展示的一个场所 正面看过去是一个教师办公的空间 这里面还有标准的一个教学单元 他们采取的那个教学模式是非常自由的 是走班制的 而且我们的教学单元里面设置是可合可分 非常灵活非常自由的一种学习空间吧 因为教学理念在变 我们不再强调教 而是强调怎么激发学生去学 这是教学单元外面的这个外走廊 看着山的这个外走廊的空间 这是整个校园的一个了看 当然它整个校园实际上它是环绕着原来这个艺术社区 所以跟艺术社区之间又有非常良好的一个互动 在城市边缘的地方的一种聚集 那我们重新回到城市里面 因为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集体住宅 但实际上里面没有邻里 没有交往 都是一个个就是人还是孤独的 那我们通过几个就是居住的几个案例 我们讲讲我们如何能够希望在城市里面重建这种交往 这是五年前我们在给北京回笼灌 万科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垂直村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这个概念没有在北京被实施 后来就深圳万科请了我们给他们在松山湖自己的员工宿舍做了一个 这是建好后在他们建营中心建好后的状态 有一系列的这种户外户内的公共空间 看到的是守城这个户外的架空的户外剧场 在阴影底下南侧每个宿舍自己的一个生活阳台 在北廊那里每一层我们有公共的餐厅跟洗衣房 员工们都会在这里聚集跟讨论 然后守城是公共的健身中心 体育设施和图书馆 在这个宿舍的西侧就是向着他们办公区的一侧还有一个攀岩 就是你技术好的话可能不用上楼梯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宿舍 第二个就更有挑战性的 我们在广州的城中村里面 也是万科一起合作 改造了一个握手楼的一个住宅 原来的城市跟村庄是非常清晰的一个界面 但除了城市的扩张 我们城市规划会把道路往村庄农田延伸 把农田给占据掉 然后会把几块地块作为宅基地留给农民 来种植他们的房子 农民通过房子的租金可以继续他们的农民的一个身份 但城市发展之后 最后城中村就被这个 或者说看不见的城市就被这个看得见的城市所包围了 这里有一个视频 就是短的视频 就是我们要改造的那个房子周边的一个环境 就像这种看不见的城市 可能里面的生活里面所包含的信息量 会比我们在一个看得见的城市里面多得多得多 老人们在这个大树 还有这个老的祠堂 家族的祠堂里面 我们要改造的那个房子 是典型的这个握手楼 就两边的阳台 你就可以伸手就去握 这是房子跟周边 房子之间的关系 我们房子就在这个密集的宅机体里面 那我们提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三民寺的一个社区的概念 因为一二层那个采光通风都极差 基本上不太能居住 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室内的公共的空间 顶层屋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共交往空间 中间就是纯居住的有五层 我们还为这个房子设计了一套这个气体的一个结构 因为大的设备大的材料进不去这个小巷子里面 我们通过这种砖器的这个砖墙 当然这个房子也没什么立面 这就是那个小巷进去所看到的一个阻入口 那进入这个阻入口是客厅 还有餐厅 还有这样的一个公共交往的一个社区中心 这是二层的一些连桥 把二层的短租的公寓联系起来 那在这里经常周末都是年轻人 居住在这个社区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 这是他们的房间 那整个社区会是这样的一个三段的一个结构 中间居住上下都是公共的 这是从空中看到这个被改造后的房子 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 现在已经基本上住满了青年人的一个社区 那最后一个我想分享的案例是 到一个更远一点的越北的一个老城 叫廉州 一个小小的山城 我们持续地在那里工作了四到五年时间 帮他们改造一部分的老城 然后现在建造了他们一栋新的 在老城里面一个新的博物馆 这是廉州老城 这个小城有名的是它连续举办了十二届的 摄影连展 这个在国内摄影界甚至在全世界 都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专业摄影展 那在每年的年展的那一个月时间 那这里会展示着来自全球的这种当代艺术 当代世界艺术的东西 当然这些当代艺术的东西 没有跟当地的生活能够很好的结合 那老城还是一片比较破败的一个情景 当然在这个老城跟新城的边缘 它充满了很多这种集市 还有很多手工艺人 还有各种各样的在地的生活 实际上还在延续 虽然年轻人都逐渐地离开这个老城 搬到新城甚至到大城市里面去生活 但在这个街区里面你还可以看到这种 很慢速的 很传统的这种生活方式在这里延续 这是做香肠的一个工房 这个整个城市 老城都在衰败 老的房子慢慢破败 有新的那些房子会被越来越建造 但是新的房子都是跟老城是格格不入的 还有老的电器修理的工人 师傅 在菜市场旁边的这些居民的生活 还有整个老街的 现在都是老人 都是妇女带着小孩 就年轻人或者说都会跑到城市里面 接下来在做这个摄影博物馆的提案里面 我们就希望这个博物馆它不是一个像我们常规来说 一个全新的现代的一个房子摆在这个老城里面 希望它是一个把展览 拆散 跟老城一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小房子堆在这个街区里面 变成一个跟街巷可以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当然在一堆展厅里面上面 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大的屋顶 同时因为当地的财力水平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尽可能地要回收回来的那个材料 旧砖 旧瓦 当地产的一个石头 甚至那个拆除的两栋木建筑的一些门窗 我们都希望能够保留下来 能够重新循环使用到这个房子里面 这就是今年刚刚建好 前后也花了三年 四年的时间来建造 虽然是一个很低成本的一个房子 可能整个房子的那个成本在北京可能三环以内 可能连半套住宅都买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价钱 这是进入口半户外的一个内情院 我们希望这个室内的这个花园空间公共空间 都是跟老街是连通的 市民可以畅通无阻的 进到这个 它不只是一个专业的博物馆 它同时一个是市民公共的一个空间 这是新旧之间非常有趣的一个对照 同时这个博物馆实际上不只跟街道 跟后面的巷道它都有连通 这是其中一个跟后面的巷子连通的一个后门 这是另外一个 在另外一个角上跟巷子连通的一个消防回车 或者说停车的一个空间 所有这个体验是很新奇特的 但同时对连州人来说 它又是一个熟悉的一个场景 因为在展览跟展览之间 你通过这些楼梯 廊道都会回望 回看自己的老城 在屋顶我们有一个户外的一个剧场 在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群山 这是整个眼界的地面 比较好玩的是在开幕当天 就是有一位外地来的领导到了老城 他说找不到这个新的博物馆在哪 因为他可能在他的心目中 这个新的博物馆必然是一个全新的很现代的东西 但实际上我们设计的东西是 希望它是隐匿在这个城市生活里面 这是开幕当天 这个当地的市民带着他们的小孩来这里看 这整个就像一个连州大屋一样 所有的专业的 非专业的公共的东西发生在同一屋檐下 最后我就以一个我们在几年前 参加威尼双联展的一个展览的视频 作为我今天的这个演讲的结束 这是我们当时是给广州 因为我在广州嘛 给广州做的一个未来 广州就是我们说是2050年的 未来的一个城市的 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在老城区我们希望把古老的运河 河道 来自然说是2050年的 多数据到文字面 之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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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前我们从天河区一新区搬回了老城 一个粮仓的顶层做了我们的工作室 这是我们每天在工作生活的一个 劳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吧 我们的生活可能跟工作没有分得开 可能未来很多人会越来越多人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工作跟生活的方式 而且很可能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每个从一点一点开始来构筑自己的城邦 自己的城市 那最后我还是用回那个看不见的城市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马可波罗说的 可能最后我们就是通过个体的一点一点的 对自己的认识 对自己的重新塑造 来重新建构我们的城市的未来 谢谢